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毛先生第一次來攝影棚 他覺得非常的興奮 緊張 刺激 很新鮮 第一次 是 對 可是比起您的這些收藏 今天如果 因為我看到你帶很多寶貝來嘛 是 現在心情會不會很忐忑 要被見價啊 要被欣賞啊 是啊 當然會 會不會很緊張 當然是很興奮 期待 又要緊張 因為我知道 今天帶來寶貝裡面 有一件特別高價 來 您先讓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今天哪一件 是您當中買的最貴的 還記不記得 記得 記得 就這件 吳王伐咒 周吳王伐咒 你當中買好不好 這件的話 賣家願意割愛 大約是 十萬美金 十萬美金 是 觀眾朋友 快三百萬台幣 三百萬台幣 是 所以好 我們待會兒 好好一件一件來看 今天陳老師來到現場 陳老師他之前都住在夏威夷 對 這一年多前回到台灣來了 會幫家裡的事業等等的 很孝順 今天還帶媽媽來錄 其實美國 尤其是夏威夷 因為很多移民過去 是 很多寶留在那裡 我記得我們當年 台灣有一位那個 就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後來被移到那邊去住的 他們帶了很多東西過去 是 所以呢 毛先生或許在那邊 有挖到寶 是 所以我們也覺得很期待 是 好 看到挖到寶 我們一件一件來看 好 第一件呢 我麻煩詩老師 遞一下 這個是不是很沉啊 是 很沉喔 是 這個 看起來像是一個 有金 有滿紋 這個漂亮 玉璽嗎 對 乾隆 乾隆 您是說 它應該是乾隆年間的 對 製品 是 拿起來是不是很沉 你看看這個 底下還有字 大清壽命之寶 那是乾隆玉璽 是 乾隆玉璽 這個還有滿紋 你看看 這個是碧玉 它會砍金進去 那這樣的東西 其實在法國 曾經有出現過一件 賣到上映前 好 不好意思 我先問問毛先生 您當初是在哪裡 發現這件寶貝 多久以前 這件大概是 那個時候 是在去年的時候 在台中的一個 私人常家 是 那它是 有很多東西 對 那這件的話 應該是算是 全農培葬品 對 它這樣跟你說 培葬品之一 我剛剛本來要拿的 我現在是有點質疑 我看看這上面 因為這上面有很多 不同的字體 如果轉給觀眾看一下 對 這上面很多不同的字體 據說您都親自研究 對 那滿文看不懂 是 所以就沒辦法 對 沒辦法 但是呢 這邊的漢字您都 每一個字您都去查過 據說 很認真有做功課 對 其實今天還有一件 就是富豪的一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時間 那個有五十個經文 跟甲骨文 那我花了大概四五個月 去破譯 那查了 所以 真的 認真都收藏一下 沒錯 就是要這樣 要知道各種的趣味 可是你知道嗎 一般看到玉璽 我們大概知道 但我問一下外國人 我問一下高智 你在古裝片有看過 你知道這什麼用圖是什麼嗎 當初皇帝拿來幹嘛 這個是印章嗎 印章 白話一點 玉璽就是印章 印章 沒錯 沒錯 但是你看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對不對 對 這麼大一個 而且很沉 對 但這個印章還代表國家 國之重器 這個就是國史 難怪它要有一個 這麼大的尺寸 跟這個重量很沉 我也很想知道它的質地 它的本身到底是什麼玉 碧玉 對 一般都是碧玉 它有做 而且上面這個龍 刻得也很傳神 是 那我們再提醒一下觀眾 當初您入手價是多少 我們要準備要來評估 當初這個入手價 這一個其實 對方開出的是三萬塊美金 三萬美金 後來多少成價 那目前我跟他出兩萬美金 但是對方不賣 是 所以這個還沒有買 對 這隻是 這樣壓力就不大嗎 是 壓力比較大 所以我壓力很大 其實我壓力很大吧 我很大 他朋友壓力比較大 我們來看看 今天帶來的第一件 這個預期價值多少 好不好 對著我們的鏡頭 喊一下 請 見價 美金嗎 台幣 台幣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準備了一個 它的檔案 是 因為這件東西是 我們剛剛提到 國之重器 這個代表國家的印象 當然像毛先生 他這麼認真 而謹慎的人不多 為什麼有人就很衝動 先買再說 對不對 但是他會上我們這個節目 然後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 檢視 我覺得他是非常非常 Smart的一個人 沒有 那我們看看這個 這件東西是在故宮的 跟它長得有點像 沒看到 這個龍 上面的字 都有很雷同的地方 但是它的玉質不一樣 我們講這個碧玉 碧玉它顏色青 我們在下面看 那這一張是在 我們在拍賣場上 有拍賣的 那這隻龍跟這隻龍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隻龍就跟剛剛看到 在故宮收藏的是 一模一樣的一個圖案 但是這件東西為什麼給它五萬塊 因為我們在看所有的 故宮藏品裡面 它在這一個方面裡面 四方裡面 都沒有出現滿文 沒有出現滿文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對 來 這一件東西其實來 你往這邊看 其實倒過來 你看這個有 這個是在北京故宮 有一個這個店裡面 當時做了二十五個龍洗 我們看到這一洗跟這一個 這一方跟這一方 是一模一樣 看到沒有 大清壽命之寶 大清壽命之寶 但是很有趣 它這個印章 它的這個寫法 是一模一樣的字 但是刻法不太一樣 因為這有金石之氣 這個刻得很呆滯 等於用機器去複刻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 官方的東西 它刻的線條 還有它的 我們講的金石之氣 它在比如以大為例 它這個地方的間隔 它這是非常的整齊 這個刻起來 會有一個貪方的效果 那我們大家知道就是說 這二十五個龍洗 其實在市場上 都有在流通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你比對 你有看到這個節目 你把這一張稍微印下來 比對一下 如果跟它一模一樣的 對 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元件在故宮裡面 如果跟它很像 我們只能說 它訪得很認真 所以我們也覺得這件東西 給它五萬塊 因為它真的做得不錯 如果說我們今天想過過 當皇帝的影 買一顆這個 放在自己的岸上 至於過癮一下 我覺得也滿不錯的 也是 因為你不是皇帝 那我們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影 像毛先生這樣氣質的人 放在那邊感覺也很好 我覺得這是有趣的一個收藏品 當然跟真正的乾隆玉璽 距離非常大 而且如果是真正 也不會是三萬塊米 其實應該是上億的東西 因為在拍賣場出現過 類似的東西 好 謝謝高知 所以就是說 其實就看您要不要 那花那個錢 當然大家 如果現在知道真偉之後 您是肯定不會花 那兩萬美金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收藏就是這樣 對不對 至少我們今天來這邊 發現一個真偉 還幫你省了不曉錢 對